診所現時只能夠接種科興疫苗 政府研究日後還可以打第三針的復必泰 但是未有實施時間表 有私家醫生說復必泰儲存要求較為嚴苛 容易造成浪費 有醫療機構就計劃 將貨櫃改裝成流動接種針 為市民打第三針 譚曉彤報道 這個貨櫃仲裝修緊 將來會變成流動疫苗中心 可以放在社區幫街坊打針 有一格用來開針 其餘三格就是註写室 買這個貨櫃的私營醫療機構 說如果政府批准 無論是第幾針 科興還是復必泰都可以在這裡打 政府建議第三針打復必泰 這個機構旗下二十多間打科興的診所 不會轉打復必泰 如果我再要放在一個地方 特意要開針 最有專人看著它 隨時那個護士都可能在後診室等到紙 就真的擺不下 同時一個診所有兩隻新冠疫苗 我估計政府短期內是不會容許的 所以這個我們就已經打燒了這個念頭了 私家醫生打開的科興不需要稀釋 有效期一年 但復必泰一開五稀釋之後 要在六個小時內打完 有時候又遲到又什麼 我們這些又不可以跟隔離醫生分享 現在的制度都是我們要寫的 就是為什麼會浪費了 我們可能有一些額外的行政工作要匯報 但性上沒有科興這麼理想 另外一件事我們都是做衣服不如做熟 他已經訂多了200劑科興 竟負打第三針 有線電視記者 太陽